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为期三天的访中行程 见到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他在接受CNN专访时 布林肯却语出惊人 布林肯支持北京通过网军 假扮成川普支持者 企图干预美国11月总统大选 指控这根本是违背去年旧金山败习峰会上 习近平向拜登所做出的不介入美选承诺 尽管这段访谈见识大陆的意味浓厚 但这次访问是布林肯一年之内第二度访中 其中一场重头戏就是会晤大陆外长王毅 两人在超过五小时的会谈中 不只谈到华府对北京工营俄罗斯 制造武器原料的担忧之外 台湾问题也是重点之一 中美双方还投意首次举办中美AI对话会议 另外布林肯也见了大陆公安局长王小红讨论 联手打击芬太尼 只是CNN分析布林肯仿中的时机相当敏感 奇怪如此CNN指出中美两国或许都意识到 双方扩大沟通总比完全不谈来得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一个仅两秒钟的握手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这互动镜头外都觉得冷 习近平说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 希望美方也能继续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 这军根本就去解决了 第一课是扣好了 中美关系才会跟我们向远远跑起来 向前走 这是布林肯和习近平第二次在北京会晤 是拜习4月3日通话后定下来的 不过美风近期强制出售TikTok发起301调查 拜登更签署618亿元台法案让北京跳脚 习部二会的作为安排被发现跟去年相似 都是习近平做主位 布林肯坐在习的右手边 过去被说是要营造以上对下之资 而这次的植物摆设从去年象征吉祥如意 以和为贵的荷花 改成了寓意为变幻莫测克服障碍的变业幕 美中关系冷暖都在细节里 TVBS新闻徐坤山楼婷婷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上午 倾覆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 一开场布林肯毫不回避地指出 美中在经贸乌俄台海与南海等 存在高度分歧的领域 需要彻底沟通防止误判 王毅则直指两国关系不断受到破坏 负面因素持续上升 警告双方若出现冲突就是双输局面 同时更要求美方别干涉中国内政 双方在这场会谈上各有坚持互不相让 而布林肯此前在上海的访问则尽力展现亲和的一面 他抵达上海的隔天就亲自与美中合作开设的纽约大学 上海学城师生交流 强调两国文化交往是增进互相理解的最佳方式 他还与上海的美商领袖座谈 对于共计约5800多家美商在中国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 布林肯强调只要有公平的竞争 美中双方都能从健康的经济竞争中获益 他当天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明会谈时 也当面就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表达严正关切 并呼吁中方给予在中国的美气一个公平竞争环境 中国网路舆论对于布林肯这趟相隔10个月的访问 则充满酸言酸语 包括趁布林肯在上海与北京两地下飞机的时候 现场都没有铺红地毯 阶级的中方官员位阶也都不高 再加上北京当局为了庆祝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 选在布林肯抵达上海前夕 把052飞弹驱逐舰资博舰与和平方舟医疗舰停泊在外滩 几乎正对着布林肯下榻的和平饭店 小粉红网友直呼相关做法就是暗中针对布林肯 但另一方面美方对中国的动作也不曾间断 包括立法要求TikTok需要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断开 否则将无法在美国继续经营 而字节跳动则发声明表明没有任何出售TikTok的计划 消息还指美国业务仅占TikTok整体营收约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宁可收掉在美业务也不会卖 此外美国财长叶伦还在接受路透专访时 重申中国产能过剩引发全球倾销 将威胁美国产业生存 强调美方不会排除任何选项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美中双方分歧明显竞争更是持续扩大 但在布林肯这趟一年内的第二次中国行 中方仍给出诚意 包括派出公安部长王小红与布林肯商谈 关于芬泰尼与禁毒的议题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照旧接见了布林肯 整场访问仍维持前一回的规格 只是习近平脸上的笑容似乎更少了 下个月习近平还将接待确认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钦 在美方此前已经高分贝反对 中方持续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设备 协助俄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情况下 普钦这趟中国行会否让分歧不断的美中关系再次恶化 也将持续受到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S新闻网站